大家好,歡迎收看財經急診室,我是代班主持人靜庭,今天我們請到華信投顧邱領泰邱老師,老師好。 靜庭你好,全國同志們大家好。貿易戰停火智慧型手機也揮別谷底,老師請問我可以買瓶蓋股了嗎? 好問題,因為外資都說可以買瓶蓋股好,我們先來看看上我們標,中美貿易戰有落幕的現象,我們現在只說現象而已 因為我們看到他提的六大點,聯合公報提的六大點裡面沒有很詳細的數字,大概而已 一個現象大概說我們可以好好的談,中國說我打算可以買你們的農產品 然後我對301的那些所謂的智慧財產權,我會注意一下 然後兩邊也不完關稅 但是他沒有講出一個數字,我跟你講沒有講數字的變數就會存在 你懂我意思嗎?你就是說你還沒有敲定嗎?當然他們意思說我們慢慢在這個細節再敲定 事實上我覺得這個除了中美之間的話 因為最近的歐盟地區反彈也蠻厲害 歐盟地區反彈,對,所以這個還要再看一下 但是不管怎麼樣,因為直接反映到我們現在這個時間點 你看到美國股市的盤後電子盤 也是Growth Base的這個電子盤裡面 那麼道琼是漲了200多點 是還不到1%不過算是不錯了 表現還可以 亞洲股市的話早盤是先跌後漲 現在大概漲的都還是算可以 但是最強的就是台股 台股大概漲了100多點 也沒有那麼好,剛剛都100多點 今天就是漲合理的 因為這個大家認為的利空就慢慢有點走出境 你注意我再講一下時間波 5月份如果到月底 我說過嘛 5月份到過了520是結構的轉換 所以結構轉換就說他還是多頭 那結構轉換就說你現在之前看到的什麼 被動元件、矽晶圓 你看今天矽晶圓去很弱 那被動元件的話我認為他是做逃命波 那被動元件如果這一兩天再跌下來的話 因為我說過有一個東西很重要 上個禮拜就是強調 這時候很需要平蓋股 我上個禮拜已經跟大家講過 因為只有平蓋股才能夠把指數弄上來 你純粹是被動元件、矽晶圓 這個搞不定 那這個被動元件當然是因為 因為國際的被動元件廠像太陽幼電 都還表現不錯是勉勉強強還可以 所以被動元件還有一些小行情 不過因為他跌下來有點籌碼亂掉了 所以我認為如果因為矽晶圓已經不太行了 那被動元件如果這一兩天漲完又下來 因為他總要做個幼間 那就要注意就是外資野村報告等等 這些都在講外資非常看好平蓋股 那這合理的嘛 因為平蓋股的股價寫歷史新高 好那如果是這樣我們說 平蓋股你就可以逢低布局 那要驗證啊 第一個我們來看一下圖形就是蘋果 蘋果的股價 事實上還是在歷史新高附近打賺 那蘋果的股價在歷史新高附近打賺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說 因為這個是巴菲特長期持有的 因為我跟你講這個平蓋股是因為 如果是我在美國像巴菲特這種的 這種大咖一定是買平蓋股 蘋果啦為什麼呢 因為他有這個只是庫藏股 然後配很多現金給你 對不對因為他現金多 所以他們主要是這一點 你說到底蘋果當然來到下半年 一定有所謂的蘋果的一個新品發表 那明年一定要為手機嘛 對不對我甚至在稍微改版一下 iPad等等之類的 一定會有一定會有 大家不用覺得每年都有 那甚至最近也傳出來說 之前賣的iPhone7啊 訂單也增加 那如果我們再來看平蓋股所影響 台北股市的這個明顯就是台積電 你看台積電今天也漲上來了嘛 對不對也漲上來了 這已經悶很久了 悶很久了 不過因為台積電本身有半導體的特色 所以大家在看台積電 不要忘了上個禮拜那個AMAT的超 這個應用材料是中錯的 所以半導體還是有它的變數在 但是台積電既然漲上來了 因為它跌了一段 它漲了就是平蓋股的概念 再來看下一檔就是鴻海標準的嘛 又剪之又拉回 我認為當然工業互聯網也會讓它 在這一塊慢慢漲升上來 我覺得權重股動的話 你才有機會動小型股 也才有機會動指數 好來看一下大力光 事實上早就擺脫了低檔了 早就擺脫了低檔 而且你看這個底部打得蠻完整的 WD呢 你看這個如果圖 不過你看那個虛線那個位置有沒有 虛線位置我們做的多好 虛線位置大概以上都是壓力 過關就沒有事了 這是純技術面 可是在平蓋股當中呢 我們看到 我們最看好是今天全面上漲 叫做印刷電路板 PCB的族群 好 印刷電路板分兩個 一個叫硬板 一個叫軟板 軟板就屬於銅箔基板的這一塊 那今年1月份銅箔基板的報價就開始上來了 所以我們大家在講漲價題材不要忘了 好我們來看一下 這檔股票叫做日本的有責 有責5208 近年有沒有注意到 因為它在最靠邊的地方 有一根黑黑的那一根 剛好黏在牆壁有沒有 事實上那一根就是上個禮拜 它差一檔就寫下歷史新高了 歷史新高 那這個是5208的有責 有沒有的有 我們翻譯的 日本的 有沒有有這個 這個水在一個選擇的右邊 那個三川大責那個責 它叫有責5208 你看股價創新高了 因為它在公佈它第一季的營收獲利 是暴增的 那我們來看這就是軟板 軟板在台灣的話 外資一直在買 投信一直在買 就是6153 來下一個 叫什麼 叫做加聯益 你看靜庭有沒有看到 今天又創新高了 有沒有 它還被MSCI納入這個權重 裡面的成分股 你看創新高 那我們為什麼剛才看 有責那一檔有沒有 好有責那一檔 它最主要在台灣的最大供應鏈 也是它的母公司 就是我們在看 就是3144的 就是剛才6153的下一檔 新陽科 是它的持股是它的 它的52% 它有持股它52% 譬如說 新陽科的基本面也非常好 是所有的軟板 包括什麼 2313的那些都是比較硬板的 在軟板這一塊 新陽科的基本面 它去年的獲利是前年的1.7倍 今年的第一季比去年成長多少 2.4倍 不是成喔 是倍喔 都是以倍數來論 那因為有責已經創新高 之前有責創新高 它就創新高 你現在看到左邊位置 它的歷史高點 按照合理 它來創新高這個位置才對 因為有責創新高了 有責之前的高點 就在那個位置 我們剛才看圖表看到 那個高點距離 它現在股價還有兩成接近三成 所以你的空間相當不錯 整個軟板都動了 好我們再看下一檔 這個康控 為什麼講平蓋股 當然這因為它基本面 它法所有也有一點好的題材 那為什麼 我有一次是說 康控今天漲停板 只是驗證一點 我要跟大家講 因為平蓋股你看跌的多重了 從底部上來的話 康控今天漲停板 也正式宣告說 平蓋股要發動了 對對對 所以投資朋友你逢他為 應該可以尋找平蓋股的買點 那我們建議你 先從軟板這一塊來做左手 提供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好謝謝鼎蓋哥 更多詳細的資訊 歡迎加入鼎太哥LINE8 財經急診室 下次見拜拜 拜拜